第1065集 楚玉座赴宴 蓝成峰眼上情不自禁地抽了抽 笑道 楚玉座年轻有为 英姿挺拔 才是让老朽如雷贯耳啊 哦 哪里哪里 过奖过奖 楚洋哈哈一笑 居然将这句夸赞 毫不客气的照单全收了 蓝若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喉咙里 此刻心中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实在不该就这么半接近霸王硬上宫一般的请他来 应该换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 这货分明是在报复 但现在后悔已经没用 没想到这货如此的备赖 连六品至尊这等可以翻天覆地的大高手 竟然也不放在眼中 这两位那是我们蓝家第四十三代长老 蓝墨云 蓝墨水 两位长老都是至尊一品修为 蓝若介绍的声音已经有些无力 哎呀呀 两位蓝老 楚阳热情地瞪大眼睛 随即口气一转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 五个蓝家人的脸皮同时抽住起来 真的很想揪住这家伙的脖子 劈头盖脸地问上一句 你他妈的除了这句话 还会说点别的不 介绍完毕 楚阳还没坐下 似乎还在等待 大家都有些奇怪 就听见楚阳王说道 这个 那啥 蓝兄 你就不介绍介绍自己了 你不知道我 蓝若顿时一愣 你用你刚才擦了屁股的手 拉着我的手走了这么久吗 感情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谁 这个 可不怪楚阳 楚阳脸是 的的确确不知道 这个被自己拉着手走了很长距离的人 是个什么人物 他只知道姓蓝 是蓝家的一位公子 却不知道 那是蓝家众多公子之中的哪一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 九大家族之中 楚阳唯独对蓝家的公子 最为反感 最不代价 一个蓝唱歌 一个蓝若云 这就已经让楚阳对所谓蓝家的公子彻底的不感冒了 楚阳欠然道 还请蓝兄介绍 小弟孤陋寡闻 只知道蓝兄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却不知道究竟有多么了不起啊 在下蓝若 蓝若亲切微笑 心里恨不得将这家伙一口吞下肚去 乃是目前蓝氏家族第一顺位继承人 哦 原来是个大少爷 楚阳哈哈一笑 大字故意的拐了几个弯 让蓝若的心中如同吃了个苍蝇一般 楚御座 请坐 蓝心话 亲切微笑 殷勤让座 楚阳毫不客气 嘴上说着 怎么敢当呢 然后却老是不客气的 一屁股坐在最上面的位置 大家都坐啊 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楚阳呵呵笑着 殷勤的让别人坐 大家一脸黑线 谁请客啊 谁坐东啊 你小子怎么这么大方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蓝雄请客 我们本应该早来的 只是临时的 楚御座本着不恶心 死人不罢休的精神 将自己拉肚子的经历 又说了一遍 只听得五个蓝家高手 头晕脑胀 还没吃呢 已经饱了 楚御座 蓝若站起身形 神情严肃 竟然躬身一礼 小弟知道 我们先前的邀请 让楚御座心中不舒服 小弟在此 向楚御座 致以深切的歉意 希望楚御座能够理解 御座身在身宫 我们的确也是没有机会 若是强行闯入 或者潜入 误会就会更大 还请御座海涵 蓝若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楚御表现得很强势 一上来就先生夺人 不惜贬低身价 也要如此的恶心人来出这口气 基本上就表明了楚御的态度 命为玉碎 不为瓦全 很清晰很明显 这个时候自己要是不低头 那么根本就谈不下去 可以想象 等一会儿韭菜上了桌 楚御仍然会大谈而谈 他的拉肚子经历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话题进展 更不要说什么合作了 服软了 哥要的就是你服软 你要是不服软 下面我还不知道怎么进行呢 楚御脸上有些诧异的 看了看蓝若 慢慢的微笑起来 蓝兄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说了便是 其实心中确实一动 看来九重天通道封闭 蓝家也没有任何能力 传递任何消息 如此说来 九大家族之中 别的家族也不能 所以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蓝家数百高手 在天机城全军覆没的事情 也就是说 现在不管从哪方面 都是只有自己才明白内情 真正的占据全面主动 这么说 这些人岂不就是任由自己宰割吗 楚爷们脸上的笑容顿时亲切起来 让人如沐春风 话既然说开 气氛便顿时融洽起来 大家谈笑风声 说着江湖上的趣事 不时会议的哈哈一笑 不多时 韭菜上桌 蓝家人殷勤劝酒 楚阳来者不惧 菜不够五味 气氛已经是如火如荼 大家都是相见恨晚的样子 蓝家人发现 楚阳只要不是存心恶心人 其实是个谈吐非常有趣的家伙 当然说着说着 话题就开始逐渐转变 吴氏不登三宝殿 楚一座想必知道我们的来意吧 蓝若亲切的笑着 为楚阳斟满了酒 这个还请蓝兄明说 楚阳抱歉的说道 我这个人呢 真心的不怎么聪明 蓝兄若是不说的明白些 我真害怕自己听差了 若是误会了蓝家要与我为敌 那可就不大好了 楚阳的话既像是开玩笑 又似乎不是 但蓝家这几个人的涵养显然极好 文言都是哈哈大笑 似乎是楚阳说了个极为有趣的笑话 但是大家都是心中一灵 知道从楚阳坐下开始 一直到现在 蓝家的主动权迅速的滑落到楚阳手中 而且被他握得越来越挥洒自如 话说到现在这种地步 自己等人今天的被动之势 想必是难以扭转回来了 这次我们蓝家出此下策也是迫于无奈 蓝若推心致富的道 楚兄多多体谅 楚阳知道他说的是蓝家提前安排人 等候一年多的事情 摆了摆手 此事就别提了 我还要感谢你们保护切云呢 蓝若呵呵笑了笑 目光微微有些闪烁 大口大口的又喝了几杯酒 借着酒意又一无意的道 真的没有想到啊 当年一手颠覆乾坤的楚阎王 居然就是名震天下 主宰九中天命运的九节建筑 这可真是令人震惊到麻木的事情啊 楚阳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但是却知道今天的肉系终于来了 蓝家几个人见楚阳没否认 都是眼前一亮 互相使了个眼色 看来应该就是他 蓝心话笑道 如而还是有些年轻的 其实早应该想到 除了九节建筑 这世上还有什么人 能够在守护肌之力的时候 就能办到 颠覆两大国家胜败局势的 惊天逆转啊 老祖宗说的是 蓝若哈哈一笑 楚阳苦笑一声 随后正正出神 看他的表情 似乎想要说什么 却又忍住 摇了摇头 欲言又止 苦笑起来 端起酒杯 轻轻地喝了一口 目光中带着沉思 隐隐的脸上还有一些迷茫 蓝若与蓝心话等人都是一正 隐隐觉得 楚阳有些不大对劲 果然 下一刻 楚阳苦涩无比的长叹一声 蓝若目光闪烁 楚兄 人生得意须尽欢 为何哀声叹气啊 嗨 酒街剑主 好大的名气 唉 蓝若与蓝心话等人面面相去 心中都是砰砰乱跳 只见楚阳右手一伸 屋中声友一般 坑的一声响 一把剑就那么出现在手中 剑光凛然辉煌 就像剑中帝王 均临天下 酒街剑 五个人心中都是一声暗叫 目光灼灼地看着这柄剑 目光中都充满了热切与朝圣 酒街剑主的身份 终于可以确定 这一年多的布局 终于没有白费 这一刻 五个人心中都生起同样的想法 没有人发现 在酒街剑出现的这一刻 一股无色无味的雾气 就飘进了桌上的韭菜里 雾气已经散尽 楚阳常常叹息 手一翻便将酒街剑收起 神态落寞 这东西是个宝贝 倒也没错 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 你们对我的身份也基本确定 我也就不隐瞒什么 只不过你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个酒街剑主的身份 实在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坑啊 古往今来第一大坑 兰若等人 齐齐正确 是啊 九街剑可以主宰天下 没错 但是没有实力 就算有九街剑 又有何用 我得到九街剑之后才知道 这其中 还有反式 反式 兰若等人都是一惊 九街剑有反式 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果然神秘 不错 九街剑有其使命 一旦认主 立即开始 如果完不成的话 就会魂飞魄散 万劫不得超生 就像一根鞭子 在抽打着剑主前进 但是要完成使命 却要统一九重天 而统一九重天 就需要面对九大家族 这简直是 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兰若真挚的安慰 总会有办法的 难啊 兰家五人的心里 都是火一般的热起来 难 只要你觉得难 我们才好办事 世上无难事 只要用心去做 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楚兄 不必着急 总会成功的 何其难也 楚阳只是摇头 楚兄 这个 兰若感觉到时机差不多了 干脆心一横 开门剑山 楚兄 我们可以合作的 他看着楚阳的脸 而楚兄也应该猜得出来 我们之所以在下三天 谋划了这么久 目的 也就只是要与楚兄合作 这是唯一的原因 哎 我当然知道 只不过这件事情凶险无比 就算你们兰家助我 最终的结果 也很有可能 是将你们整个家族都拖了进去 兰兄 此事不可不慎重啊 兰若胸有成竹的笑了笑 这点 楚兄就不必担心了 欲称大事者 岂能没有牺牲 他顿了顿 有些急切的问道 但不知建主大人 目前已经有了几个兄弟 楚阳露出一个温暖的笑 目前已经有了七个 还有两个名额 兰若心中一喜 同时也是一阵后怕 好快啊 自从天下预知 九节建筑出现 目前才过了不过两年时间 九节居然就已经有了七个 自己若是再慢一步 那可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了 兰心画等人眼中也同时抱起一团金光 兰家 真的有希望 第106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咱们再继续收听 咱们再继续收听 咱们再继续收听